感恩大自大白 欢迎新菩萨 感恩伟大的师父 师父请您快看我女儿 她八六年月份很牛 她脑子上的冷心很厉害 看看啊 八六年是牛的是吧 是的 月份的牛 哎呦 我跟你说啊 一个灵性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 这个脑瘤是慢慢慢慢让她长大的 你听得懂吗 脑子啊 这里长了个很小的东西 我跟你说 那是外面 它里面就这么大 有的瘤啊 一个小瘤 堵塞了它一点点血管 所以她经常只要血走到这个地方 她就会有一点人好像有点发呆一样 但是呢 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哎 对不对啊 好厉害 我告诉你 她实际上脑子很清楚的 她清楚的时候非常清楚 实际上这个灵性在她身上的时候 她就糊涂 明白吗 经常是这样 经常这样 而且我告诉你 她还非常喜欢喝水呀 她缺水你知道吗 你要多给她多喝水呀 是的 我已经给她念了一千零二十一张小花纸 有没有好转啊 好转过的 哎 我放了两千几百条鱼了 我天天许愿 没什么大问题 她现在就是今天发的不得了 今天发的不得了也没关系 现在非常好 你叫她 哎 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啊 喂 她叫什么名字啊 不要挂头 哦 跟台长讲话 你看 多好啊 你不要给她 你是跟她有怨结的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她都不喜欢你的 人家很正常的 很乖的 对不对啊 跟台长讲话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就讲出来就可以了 告诉台长叫什么名字 台长帮你治病 好吗 好不好啊 哦 好不好啊 嗯 可怜呢 好了 麻烦 灵性在她身上 这个灵性在她身上一直在撕纸啊 撕纸头啊 就撕那个是纸啊 实际上就是过去帮人家写冤 冤屈的文件 就是她自己啊 就是专门帮人家写不好的东西 然后呢 下来啊 就是有这个大业障 她是在院工作四个月的呢 我告诉你 就是帮人家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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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来 好了 那那她在院程看一看好吗 还有运程啊 把病线看好吧 人看成什么样了 都病纯这个样子 还有运程啊 好好念经了 把她病线看好 念多少小房子 小房子 一千三百五十张 好好好 再念 好不好 好好好 你叫她也要念 她自己也会念 她现在不念 不念 并不代表不会念 她想好 慢慢就给她念 好不好 好好好 好了 好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